圣经 尊敬的诸位大德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 请看《唯正篇》第十一章 子曰 温故而知心 可以为诗意 那么这章 是讲如何来学习 这个温就是温习 故是所学的学问 已经学过的 这个心呢 就是 所学而心有所得的 这些学问 比如说 我们读书 已经读过的书 我们呢 在家读诵思维 古人讲温书 就是温故 那么尚未读过的书呢 现在正在研读 以求啊 了解书中所在的道理 这就是知心 所以温故知心呢 是随时 吸收信之 而又啊 研究 以德之学 新学的 必定是在 已经学过的 这个学问基础上 再提升 那么不断的温故而知心呢 这是好学 如此好学 就可以为人识 那么 诸子的极著里面讲 温 寻意 这个寻意 就是回顾和研究的意思 故者 旧所闻 就是过去所闻 所学的 所学的 心者 今所得 现在所得的 那么 诸子讲着温故而知心呢 说法 有他 心意之处 他怎么说呢 言 学能实习 旧闻 而没有心得 则所学在我 而其硬不穷 故可以为人事 若父 既问之学 则无得于心 而所知有限 故 故学计 及其不足以为人事 正与此意 互相发言 那么他这里 是由温故 来发明 新的意思 他说 学能实习 旧闻 学了 道理 能啊 常常 来温习 那么这个习啊 粗显的来讲 是温习 那么再深一步讲呢 这个习 练习 实践的意思 落实的意思 就是把所学的 用到自己的 日常工作 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接物 都能运用你所学的 这叫 学能实习旧闻 正如学尔篇 第一章讲的 学尔实习之 这是讲的温故 不是说 只是啊 记在这个口上 口里能讲 这里 是你真正啊 入了心 而落实到自己的 行为当中 那么你就没有心得了 圣陷学问 果然能够 落实 能够啊 运用到你的 待人处事接物当中 你才有心得 那这个心得 就是你有悟处 你真正啊 能够实证 圣贤的 道理 这个圣贤的道理啊 不是只是 圣贤人的境界了 你把它转成 自己的境界了 学问 是包括 信解 行政 四个阶段 首先我们能相信 圣贤人所说的话 是真理 然后 你去啊 理解 那么 如果只停留在 信和解上 这不能叫 真实学问 这就是后面 讲到的 济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事 真正 真实的学问 是什么 你要去行 你要真干 比如说 圣贤教我们 孝体 忠信 礼义 廉耻 你真正落实到 自己的心形上 你真干了 行有所得 这就是夫子 诸夫子 这里讲到的 没有心得 这个得是 你真正正得了 信解 行政 正是什么 证明了 证明 圣贤所说的是 真的 你自己 真有体验 这所学在我 这个学 才是实学 变成我自己 真正的学问了 不是圣贤的学问 是我的学问 换句话说 你不知不觉 入圣贤之欲 那么运用这些 圣贤道理呢 其应无穷 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方方面面 你都能运用 你都能发明 圣贤之道 这种人 才可以 成为人事 你可以真正 做人的老师 所以 诸子这个建地 很难得 不是说 我在 读圣贤的典记 不断地温习 不断地背诵 这叫温故 又不断地 心学一些知识 这叫知心 这个讲的浅 诸子他 悟道 温故知心 是你真正要 落实圣贤 所以学问 然后你有心得了 这个心得的 体验 就是知心 知心从哪来的 从温故得来的 也就是你真正 学了之后 去实习 去证干 这才有心得 你才有 知心 那么诸子在底下 又反面 来更加加强 这个论点 他说 若服 济问之学 则无德于心 什么叫济问之学 我们读论语 这个字都会念 念得很熟了 都能背诵 意思呢 听讲之后 也能懂了 甚至能讲给别人听了 但是自己都没做到 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乎 这个不义悦乎 没有这种体验 那 只能叫 济问之学 这是你济来的 你这个 博文强济 你济性好 你济得多 不懂的 那你就问来 你就听来的 但是他没有真正变成你的 纯心 你的行为 所以只停留在表面 在济问之学 无德于心 心里没有真正的体验 那我们的恩师 对济问之学 送一个很好听的名称 叫 儒学 你呢 是学儒学的 学得也不错 论语可能从头到尾 道背如流 讲的也能 头头是道 甚至讲的 倾倒一片 但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 烦烦恼恼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他还是长气气 心里很多 忧虑烦恼 大学里讲的 心里充满了 好乐 愤智 恐惧 忧患 心不得其正 身不得其休 家也不能齐 怎么家不能齐呢 你看看 人与学的很多了 可是呢 夫妻间 还常闹矛盾 跟父母 兄弟 儿女 关系的处不好 这家没齐呀 人家学圣贤之道 学的不亦乐乎 这我们学的不亦烦恼乎 这怎么能说 有德于心呢 那个统统叫 济问之学 搞儒学 不是学儒 儒学和学儒 这两个字一调换 意义完全不一样 学儒是什么呢 真正像 孔老夫子学 像圣贤学 入他们的境界 你就真正得到 不亦亦乎 那所以 济问之学 所知有限 你所学的 只能叫知识 知识很丰富 读得多 记得多 但是那不是你的 是孔老夫子的 是圣贤人的 而且你所知的也有限 你有所知吧 就有所不知 圣贤之学 它是圆融的学问 一通一切通 你比如说论语 四百九十二章 你从这一章入手 学到底 你就通到自信 通到自信 大学说的 能明明得 你这个明得一明 通通都明了 那就开悟了 所以 任何圣贤的道理 你拿来 马上你就懂得 他的意思 你就能跟人家 讲 讲的一点也没错 甚至 拿 世间 任何一个学科的 书记 你来看 你都能看得多 一接触就明了 为什么呢 智慧现象 这是明得的作用 你能明明得了 这个作用 大用无防 那么 这时候就是 无所不知 那真正的 通达 清醒的学问 没通到自信 那 所知 还是有限 有所知 有所不知 而且 所不知的 比所知的 要多得太多了 那么这个呢 理计 学计 里面 有一句 讥讽的话 计问 之学 不足以为 认识 你不配 做别人的老师 为什么呢 你都没通 什么人 有资格 称为老师 通了 自信 他开悟了 他明明得了 他已经完成 大学之道 这个人是圣人了 他才能够 堪称人世 没达到这一点 那都是叫学生 圣贤的弟子 那么 所以学 跪在落实 跪在立行 我们呢 下手术 不要 好高无远 就用弟子规 这就是最好的 起步 你看 《论语学尔篇》 第六章讲 弟子 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 而轻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问 弟子规 就用 这个 学尔篇 第六章的 这一张 来作为 总纲领 开解 从七科 来开解 第一个是孝 第二是剃 第三是剪 第四个是信 第五是爱重 第六是 亲人 第七是学问 这通通都是教我们 去落实的 你真正这样去落实 你才是真正圣贤弟子 孔门弟子 那么你去 学习圣贤的典籍 边学 边做 学有心得 跟人分享 这还能勉强成为人师 因为你温固而知心 你真有所得了 你讲出来的 不是纪问之学 是你真正 在例行当中的体验 你分享你的体验 分享你的心得 但是这个人师 不严满 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阶段当中 如果没有去例行 就不能叫人师 那有一句好听的话 叫经师 你能够讲圣贤经典 讲解的也没错 这叫经师 你这个经典 你可以写论文 写书 你能被评上教授 经师 那古人也讲 经师 我们要学习圣贤之道 从事圣贤教育的工作 不能只停留在 经师的这个层面 要做人师 就是我们老师讲的 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你的学问能堪称人师 那次你要力行才行 你的行为 可以 作为世间人的榜样 模范 所以 学技里面的 不足以为人师 这个意思 跟温固而执心 可以互相发明 让我们 正凡两方面去理解 什么才是 诗 这个诗是 最低的标准 温固而执心 你把你所学的道理 真正去力行 才有新的体会 这叫执心 可以为人师 这个可以两个字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这是夫子讲的 最低标准 勉强可以 称为老师 人师 如果你没有去力行 那就不可以 那就不可以为人师 即使是 我们是学富武车了 知识很广播了 一切经啊 都能够 背得滚刮烂熟 都能够讲解得 天花乱坠 那都不能成为事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所得 没有心得 好 我们来看 偶一大师 诸杰里说 观心为温固 有观心固 远解开发 得陀罗尼 未知心 改天下 莫固于心 亦莫心于心念 这个话讲的道理很深刻 偶一大师讲 观心为温固 你看 一开把 就把 孔夫子的意思 拉到了心性上来讲 真是处处只归 心性 观 观 心 这个心 可以叫真心 也可以称望心 真心 是宇宙的本体 一切 宇宙万物 唯心 所现 这个心 是真心 真心 无相 是空计 老子 称为道 他说 大道 无形 生 亚万物 五不知其名 强 明 约道 这老子讲 道是宇宙的本体 可是大棒无形 没有像 我们的六根 没办法去接触到 也就是眼 眼根 你看不到 耳根 听不到 鼻 鼻这个根 秀 秀 舌头 这个根 长 不到 身体 这个 身的这一根 触摸不到 意根 就是意念 想象不到 眼耳 鼻舌 神移 六根 都没办法 圆到 星星 所以我们称为 星星是无相的 是空计的 你想都想不到 你一想 已经落到 妄性里面 妄性是动物 这念头刚起 就动了 妄性是没办法 体会 了解 真心 所以六祖大师讲这个心 他叫自性 讲的是同一桩式 他说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 本来是清净 何其 这个意思就是 想不到 真没想到 自性 本自清净 就是无形无相 六根都圆不到 何其自性 本自具足 我们每个人 通通 具足 自性 何其自性 本不生灭 他不生也不灭 何其自性 本无动摇 他从来没有动过 没有来 没有去 何其自性 能生万法 万法是宇宙万物 一切现象 都是心性 所变现出来的 怎么变现的呢 一动就变现了 这一动啊 就是旺心起来 旺心 它就现出像了 所谓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是华言经上讲 所现 是讲它的能力 它的功能 心 真心 本性 它有能限的功能 但是它要有一个缘 这缘什么呢 旺心 这旺心一动 它就能够变 变现出境界 变这个功能 还是源自这个真心 所以所变现的宇宙万物 你说它是真心变的 也行 旺心变的 也行 因为 本来分不出真旺 真和旺 是一不是二 从能力 变现的能力上讲 是心性的能力 是真心 这是因 缘呢 是这旺心在动 一动就现象 因缘和合 可是呢 又分不出 真和旺 因为 离了真 就没有忘 就是离了 能限的这个心性的 这个功能 忘心也就没有了 没有作用了 离了忘了 真也找不到 本字空净 是真旺 是真旺 和合 真旺 不二 这一切宇宙现象 都是真旺 一起变现 所以花言讲的 为心所现 为实所变 这个实 就是旺心 它所变 那么你能真正观 这个 心 实 了解宇宙万物 原来就是 心实时变现 这叫温固 直接 观宇宙的 遗体 原来是 本字空净的 心 性 当中 忽然出现念头 这是忘心 念念相续 而产生 宇宙万有的 相续相 那么你这样 观心 有观心 故 原解 开发 得托罗尼 你就能 原解了 原解什么呢 宇宙 万有的 这个道理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它往哪里去 这些统统都明了了 这就是 朱子讲的穹理了 穹理是 一切理都明白了 也就是原解 开发 开始开悟 发是什么呢 发明 一切 宇宙万有的真相 你无意不晓 无所不知 得托罗尼 得托罗尼 托罗尼是印度语 是个佛教用语 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叫能耻 又可以翻成能遮 江谦先生的补助 讲 直善 令不失 遮恶 令不生也 这就是托罗尼 就是 我们的心 念念都善 支持着善念 不令他失掉 这就是夫子讲的 则善固执 念念都是善念相续 咒夜 常念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 不善见杂 这就是 慈善 令不失 那么托罗尼呢 又有能遮的意思 遮是遮止 遮恶 令不生 对于恶法 恶念 能够止住 不生恶 不去作恶 那么这是讲到托罗尼 我们知道 信心 起作用 是信德 信德的流露 是纯善 所以 真正能够 正入 信心 也就是这里讲的 圆解 信心的道路 开发 自信的 信德 那么 一切恶都 涌断 一切善 无穷尽 相续 欧益大师说 这叫知心 那么 又说 盖天下 莫固于心 亦莫心于心 这个固 是 已知的 已知的 不离心心 未知的是心 未知的 今已知了 那未知的 还是不离心心 一切法 不离 自信 心外 无法 法外 无心 所以 讲温固 讲知心 那都是 不离心心 那么 江谦 补助里面讲 温固者 明其 不变之体 知心者 妙其 随远之用 温固 是正念 真如 知心 知心 是善行 方便 这个 补助 补得好 他讲的 温固 就是 明星 不变之体 就是 信心 他本不动摇 本不生灭 这是讲到 不变 心体 不变 所以 温固 就是 明星 见星 知心 正物 信心 信心 之体 这样 便能有 无穷 妙用 他能够随缘 随什么缘呢 随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 执着的缘 尔现 无穷尽的 境界 所以他能生万法 怎么生呢 随着缘来生 随着妄想分别执着 这都是妄心 随着妄心生 真心呢 不变 不变而能随缘 这个随缘是从 他的用上讲 不变是从 他的体上讲 所生的万法 是他的相 体 相 用 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 真正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的人 他能够 与一切法 不起心 不动念 而能 变应万物 这就是 随缘妙用 那么所以 温固 是正念真如 真德 真如的离体 念念 顾离自心 这叫正念真如 知心是善行方便 那想到随缘 跟一切众生 接触 往来 所以众生心 应所致量 应以什么身 得度 他能献什么身 而为说法 无穷的方便 这叫知心 那我们 从这里看到 偶一大师 把 夫子的这个 温固知心 提到 心性的高度 那 达到这种境界 才可以为人师 这个师 是天人师 天上地上 都尊他为老师 三界至尊的 在佛教里面 有一个尊号 就叫佛 佛陀 所以佛陀叫大师 为什么呢 他 证悟了信心 他有 无穷的 随缘 妙用 所以 学圣 学贤 学贤的境界 我们要知道 他有一个 至极 圆满的 那个境界 这是我们的目标 而 具体 下手术 那还是要 按部就班 按着次第 而不能够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浩高雾眼 那就是什么呢 口中 步步空 行来步步遥 嘴上能说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能证心心 可是呢 日常生活中 连弟子规都没做到 充满了妄想分别执着 那 这种人 充其量 叫搞佛学 不是叫做学佛 学佛就是 放下 明星 见性 其实 不外乎就是 从放下功夫得来 你看看 本性 这个心性 本有 现在呢 我们这个心性 不起作用 得不到 随缘妙用 但是 虽然它不起作用 它还在 它没有一刻 会消失 它是本不动摇 本不生灭 所以 所以 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你看在《花言经》里 讲到 奇哉奇哉 众生皆有无来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 执着 不能争动 它很叹 叹奇妙 一切众生 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他 都有如来的智慧 得相 如来智慧是圆满 得能圆满 向好是圆满 就讲到福报 福报和智慧 都是圆满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 显现不出来呢 这是因为有妄想 分别执着 虽然这里没讲出分别 但是分别含在其中 那么妄想分别执着 本来没有 现在要把它放下 能不能放下呢 决定了 它本来没有 本来有的 你说不能放下 那还说得过去 本来没有的 就一定能放下 那么 释迪迦牧尼佛 一下子就把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放下 他的心性就圆满正德 也就是他温固 一下子就做到了 知心立刻就圆满了 心性 全体显现 大用无方 这个随缘妙用 善心方便 通通圆满 那我们呢 根性比它差 这不能一下子全部放下 那佛告诉我们 一步步来 先从断执着开始 执着就是 非得怎么样 很强的这个个性 要控制 要占有 要支配 这些念头是执着 那么执着里面 分善分恶 那我们先要 丧下恶 断恶修善 这是从这里开始 把自己的毛病息息 统统改过来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力 放下五欲六成的享受 放下坦诚吃满 这叫断恶 断恶就是凶善 那么 把恶断除掉了 就执着到善上 择善固执 那接下来 把善也要放下 如果你要执着善了 你就不能提升 那充其量 你可以称为 世间的君子 可是 真正圣先的标准 没达到 那么 把善这个念头 也放下 就不执着了 那怎么样子 才能放下善的执着呢 为善 而没有 执着善的念头 为善是应该的 本来就应该做的 不会觉得我在做善 谁呢 在得我的好处 我在布施 什么东西给别人 这些念头统统放下 这就是不执着善 而去行善 接下来把分别 要断掉 执着大了 要把善的分别 要放下 那是非善恶 好丑 都放下 就是善恶 接善 好丑 接好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日日是好日 时事是好事 没有好坏 都是好 顺境逆境 皆是上 心里面 没有那种 分别执着的念头 进而 再提升 把起心动念都放下 境界线前的时候 能够保持我们 面都不动 这个功夫就很高了 我们凡人 达不到 凡人 见到境界线前 你说 怎么能不动念头 你比如说 这个 把书 拿给你看 你见到了 你肯定动念头 这一动念头 就是妄想 然后呢 起个念头 这是论语 这是本 这个论语的书 这是分别 然后呢 论语是好书 分别又强烈了 就有好丑了 有善恶了 那有好的 肯定有坏的 有善的 一定是有恶的 念头里就有了分别 再往下 这是好书 我要好好的去看 我去认真的去学 我很喜爱这本好书 这就是执着 但是这个执着是善的 能够这样做 世间善人 是君子 总比那执着恶的好 总比喜欢这个恶的书 那又好 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妄想分别执着 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里 偶一大师讲到 稳固 明起 不变之体 是念头的不动 见到书来了 就像镜子一样 用心如镜 照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里头没有念头 这个书拿走了 又保持原来的清净 照的时候 有没有期望 想分别执着 说这是书呢 没有 书拿走了之后 镜子里 没有任何印象 所以 这个才有 随缘妙用 那么温固而知心 到了这样的一个层次 可谓圆满 那么这个学问呢 到这里 就叫圆满了 上头没有了 最 圆满 最至极的学问 那么你就称大圣人 好 今天上半堂 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